万子梁的演技 在华人明星里绝对能拍前十 演好人 一宝云天 演坏蛋 阴险狡诈 好人坏人都能诠释这么好的 梁家辉 万子梁 吴振宇 黄秋生 但这也只是后期之秀 万子梁有这与生俱来的大哥风范 演过许多黑社会老大角色 他演的老大霸气和帅气兼具 尤其那把背头一点 也不比周润发任达华逊色 连周润发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万子梁 逐渐淡出香港影视圈 事业低落 身材发胖走样 时不时会在内地走走学 已经没有当年之用 万子梁 祖籍广东保安 1957年出生在一个湖姓的家庭 因一家九口生活艰难 他被一对姓万的夫妇 林娘改为万姓 19岁时考入了有名得力的电视台 音员培训班 开始了自己的演员梦 19岁时万子梁 接拍三少夜的剑 而迅速爆红 此后一路红到八字 他演的好人老实敦厚 演的坏人让人咬牙切齿 来回切换自如 人称千面小生 在周润发赤扎影坛的八十年代 唯独只有万子梁和周润发对戏时 山能给人一股势均被敌的证事 反光周润发在万子梁的面前 都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他的气场之强 完全不给对方施展的机会 早年周星驰刚出大了时 因霹雳先锋酬劳太低而聚演 听了万子梁的劝劫后 山星人节拍 开始了他的巨星生涯 所以周星驰对万子梁极其感恩戴德 周星驰在第一次担任主演的电影 《他来自江湖》 是万子梁一手带着周星驰 很像一个好哥哥 剧中周星驰饰演何星驰 万子梁饰演黑帮老大 两人的风格迥异却相辅相成 在拍摄《他来自江湖》的时候 万子梁对周星驰照顾有加 并且还带周星驰到自己家 当弟弟般对待 一起享受二妈妈做的可口晚餐 而周星驰对大哥万子梁的各种好 非常感恩 也非常敬重他 当年拍戏是万子梁有个习惯 就是对每个剧本的重要部分 都会重点标注 周星驰会偷偷看看他的剧本 看到标注重点的时候 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演出 让大哥满意 当年周星驰与万子梁的感情非常好 周星驰早年间能够发展顺利 且少不了万子梁的功劳 在万子梁知名女星田牛结婚时 周星驰还是他的首席伴郎 可见他们的兄弟情深 后来周星驰就得民气大了 事业发展得蒸蒸日上 周星驰在拍摄喜剧之王的时候 万子梁本来是要演吴梦达那个角色 但是由于周星驰临时更改拍摄时间 忘记通知万子梁 万子梁足足在片场等了几个小时 终于打发雷霆离开了剧组 而万子梁的戏份给了吴梦达 也有说这个角色 周星驰本来请得临取 虽然喜剧之王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周星驰失去了和万子梁的兄弟情 很多人表示周星驰不再是那个小弟了 万子梁也不再是他的大哥了 两人终于分到扬镳 1988年时 万子梁参演了蔡阳明导演的大哥大 其中表演非常出色 火遍全国 万子梁是个重情重瘾的人 一如他在影片的黑帮大佬风格 万子梁当年和田牛的感情非常好 田牛环带入一个牌子 万子梁在婚礼上说 从此 三个人一条命 真是催人类像 这场婚礼轰动了全香港 但是两人结婚后四年 就因为性格不合 婚姻走到尽头 回想起这段感情的时候 万子梁充满了惭愧 责怪自己当时太年轻 对不起田牛 2002年 万子梁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就是现任老婆郭敏黎 她是一名空姐 比万子梁小16岁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年龄完全不是问题 婚后两个人还养育了一个儿子 邓翠文自曝在2009年的时 曾和万子梁有过一段感情 两人相往过一年半 但是当年邓翠文很年轻 不到20岁 两人的感情已失败告终 万子梁如今已经60岁了 身体状况不好 家族遗传的糖尿病通风折磨住她 记忆力大幅衰退 身体暴肥 已经风光不再了 很难在演艺圈大涨风采 人儿或不单行 母亲也患上尿毒症 每个月20万的支出 就如无底洞吞噬住她 非常缺钱的万子梁 现在无论什么节目活动都接 为了省下点钱 她经常在餐厅吃几块钱的盒饭 当年的男神 落得这番禁地也是让人惋惜 万子梁在2015年出演了最后一部作品 《多情江山》 之后只能到处商演 但是让人欣慰的是 万子梁小16岁的空姐老婆 仍然不离不弃 对万子梁照顾有加 仍像当初那么恩爱 真是让人感动 谈到妻子 万子梁也是非常的愧疚 我老婆跟了我这么多年 什么福都没有想到 整天跟住我吃苦 如今儿子往大千年14岁了 以至于去酒吧走学 万子梁太想赚钱了 但是娱乐圈的朋友 虽然很多人身价过矣 但似乎没有谁敢给万子梁实质的帮助 今年的万子梁有幸接了一部戏 今晚打丧尸 但愿暂时能帮他渡过难关吧 有请